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欸欸 這是驚訝 來到台中紋理酒店露天泳池 本來想要好好放鬆 突然舉例搖晃 用吃力的水瞬間湧出 而台南這名護理師強症當下 立刻穩住護著10名新生兒 向左推床聚集在一起 另外誘人深夜睡到一半 直接被搖醒 越晃越大力 台北女子趕緊起身護著孩子 生怕一個不小心 會有東西砸下來 連家中的愛貓也槍皇逃命 23號凌晨2點26分 東部海域發生規模6地震 本來以為地震停了 結果32分 花蓮獸風箱又發生6.3地震 一晚好幾震無法再睡下 畢竟擔心會有更大的餘震 而不只人兒會害怕 還有狗狗嚇得不敢回房間 整晚趴在樓梯上留守 我之後就醒了啦 對 就沒有再睡了 餘震不停 商家也好哭鬧 像是小北百貨 北部店面貨架商品成了骨牌 幾連倒下 散落在地上 不過相對高單價的酒櫃 有特別防護措施 我們的貨架也都有做一個保護的橫桿 而23號早上8點08分 花蓮又發生瑞士規模5.8地震 高架軌道捷運 包含桃園機場捷運 新北長安園區往台北停駛5分鐘 被接溫護線突然停駛又復駛 大大小小餘震不斷影響的 不光是全台民眾心情 大眾交通運輸也因此延誤停駛 短時間內恐怕頻繁發生 大家得自己做好心理準備 TBS新聞 楊欣鵬私純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